過了一陣子 我的指導老師就把頭看出來 他說 Mr.San 你進來一下 我就進去了 他說 我們討論了很久 到底不是討論要不要給你博士學位 我們要討論是給你一個博士學位 還是給你兩個博士學位 最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我有三個examen 甚至三個口試委員 因為我的論文是法律跟經濟的混合體 所以 一個是我的指導老師 一個是經濟學家 一個是學法律 那個律師就說 你的經濟部分寫得不錯 那個經濟學家說我法律的部分寫得不錯 這個大概是有史以來倫敦政經學院最 令人驚奇的對我博士論文考試 最後他們決定給我1.5個學位 我就以為我已經拿到學位 結果我又等了半年才拿到證書 英國人的這種速度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快喜歡論文 但是他們要我等一年以後才拿到我的證書 我記得我去拿我的證書的時候 我的同學會我拿東西去給他們老師 所以我就拿去給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就很好奇說 你在幹什麼 我說我剛剛念完我的博士 我也通過口試 他說 You are a doctor too 你也是一個 doctor 那一剎那之間我就覺得很有虛榮感 那 我的文人政經學院的校長叫 那個時候在英國非常有名叫 Dr. Darendorf 是一個 Professor Darendorf 是一個德國人 但是在文人政經學院可以做到校長 然後他在英國的BDC有個節目叫做 Darendorf on Britain 就是說 一個德國人告訴英國人英國是什麼樣子 那 Darendorf 有一天就請我們一些比較好的學生去喝茶 那他指著我們這一些博士班的學生 快要完成學院 他說 我們都是 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s 那你聽到這個時候 你心裡感覺是不錯 所以我拿到我的博士學位 當學校老師說 You are a doctor too 那種感覺是 Yes I am a doctor too 結果我就走出學校那一剎那 我就在街上走 結果大概是太高興了 差點被鑛在車子撞到 結果那個開車的人很生氣 就把頭探出來說 You stupid woman 我突然回到現實說 我突然回到現實說 畢竟還是有那麼差的 畢竟還是有那麼差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開始說 那我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我已經是一個 Doctor 了 下面應該做什麼呢 我爸爸 爸爸說 你應該回家了吧 可是我不太想回家了 所以我就開始去申請學校 那英國的學校那時候 講師第一年的 Lecturer 一年大概是 5000英鎊 但是英國的稅很重 他的稅大概就扣掉了三分之一 大概剩下三千多英鎊 三千多英鎊大概幾乎是在倫敦 就是一個平民窟的生活水準 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想說 我要繼續做我這種 很貧窮的學生生涯 那時候的新加坡大學 也開始在interview 老師 那我也開始準備要申請新加坡大學 那時候新加坡大學的薪水是一萬萬磅 而且 Free Housing Loan 他給你免費的 Housing Loan 那你想你要去嗎 是很想去的 過了好幾年 我做了陸委會的主委以後 碰到了李光耀 我跟他講說 我當年其實很想去新加坡大學教書 他說 喔 太可惜了 如果我去新加坡大學念書的話 我就不會是 不會住櫃了 可能是新加坡那什麼什麼的 那好 那新加坡 我是準備要去了 可是我爸還打電話我來說 該回家了吧 那我就回家了 那回家就開始教書了 那我也跟你一樣 就開始教書 但是我覺得 好像有什麼 我寫完論文的那一剎那 我就想說 我一輩子再也不用去考試 因為已經結束了嘛 做學生的人 做了一輩子的學生 最怕的就是考試 然後你要想說 我等在一輩子 最後一次考試是什麼的時候 當我論文寫完的時候 告訴我自己說 我一定要把我的論文燒掉 然後我從此 不再去考試 也不再寫文章 那 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 不像現在的那個 像可以儲存在電腦裡面 或者你可以有個 Xerox的Copy 因為那個年代的 Xerox的Copy很貴 所以通常你都會把你的論文 你寫論文的時候 你都會怕說 我寫了一半 突然我家燒火了以後 那種論文被燒掉了怎麼辦 所以我們很多同學都會在銀行 在開一個保險箱 把他的論文放一份在那裡 但是當你寫完的那一剎 你真的很想把他燒掉 尤其是你打字叫稿 整整花了一個月 那個每一個 因為那個年代 我們還是可以用電腦打 然後用Print and Print出來 可是那個年代的軟體 沒有那麼好 不像你現在的軟體有Spelling check 你要哪裡有Spelling 錯 它都可以幫你跳出來 而且你的現在的 software 你的 grammar 有問題 他還會跟紅線把你畫出來說 或者用綠線畫出來說 對Grandma有問題 你自己再看看 檢查一下 那年代沒有啊 當你檢查了你的論文一個月以後 把他交出去的那一剎 你真的覺得說 我不要再考試了 我也要把他掃掉 可是後來爸說 我畢竟是學法律 應該考張執照吧 好 我又開始我的考試生涯 我又去考了紐約的執照 考完以後 覺得說好像台灣執照不考也滿 好像是一個沒有完成的事情 後來我又去考了台灣的執照 可是那兩張執照就一直掛在我家的牆上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考試生涯就結束了 就開始我的教學生涯 可是我在我爸爸的腦海裡面 他所謂的Proper Job 每一個人都要有Proper Job 就是老的年代裡面都要有Proper Job 那是屬於說 所謂Proper Job是什麼呢 就是專門職業啊 律師 會計師 醫師啊 學校教書也算Proper Job 其他的就不算了 做生涯也不算了 那過了好幾十年 他的孫女 就是我姊姊的女兒 在滾石上班的時候 在賣線上音樂 他完全不能理解說那是什麼工作 但是我也算從我爸的意思 去做了一個很適當的工作 就是到大學裡面去教書 那我不能再講 再講人太長了 那開始教書的時候 學生跟我都一樣的通話 因為他聽不懂我講什麼 通常我開始上課的時候 那個教室都坐滿了學生 因為他們覺得很好奇 有一個年輕的女老師 剛從畢業回來 所以大家都坐滿 上了幾次以後 人面越來越死了 我也覺得很挫折感說 我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老師 後來我就知道了 因為我的mindset 還在英文的mindset 而且我的mindset還是PhD的mindset 可是我教的是大學部的學生 他們聽不懂我講什麼 研究生也聽不懂我講什麼 後來到了第二三年 系主任有一天幫我找去 他說第二年 系主任幫我找去 他說你做碩士班的導師好 碩士班的導師 我說好 過了大概兩三年 他又幫我找去 他說你做博士班的導師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為什麼要做博士班的導師 那你的年紀跟他們差不多啊 那我就問他們說 我就問這個系主任說 那博士班導師要做什麼 我那時候的博士班的導生 大概三個以上年紀都比我大 有些已經都到法院的法官了 有些都是職業的律師 很成功的 所以我就問系主任說 那我做導師要做什麼 他說現在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就是那個男女同學都會同居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我就覺得很驚訝 我就覺得這個很正常啊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啊 我們在英國念書 住在書社裡不是每天都發生的事情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系主任要我去管這件事情 為什麼覺得蠻小啊 所以我的教書生涯其實蠻坎坷的 因為學生聽不懂我講的話 但是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慢慢的開始 讓我回歸我的思考跟邏輯 開始回歸到中文的 然後也開始去體會說 什麼是學生可以懂什麼是學生的 所以讓我變成就是說 我從那種極高度的那種精英式的教育 然後開始去學習 怎麼去跟我的大學部的學生溝通 這又是一個過程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我也想跟各位講的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在很多的學習過程中 看起來是很順利的 我告訴你我一點都不順利 因為每一個階段對我來講都很痛苦 但是我也就這樣子念完了 那教書的過程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適應 我記得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跟習主任說我要請假 習主任說那你寫一個請假公函 我竟然寫不出來中文的請假公函 因為我不知道中文怎麼寫 因為你的腦袋都充滿了英文 那那個時候 你叫我講一句完整的中文 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你已經太習慣英文的表達方式 也太習慣你寫的東西都是英文 所以我大概花了十年 才把我自己調回來 像今天講中文的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一個學生 當他學習能力最長的20到25歲 都在英文的世界裡面過的時候 那他回來要調回到中文世界的時候 他花了十年才調回來 那這中間我又開始去參加 台灣有很多的談判 那我在開始教書的同時 其實台灣已經開始跟世界各國 開始做貿易談判 那已經是80年代的中期 就是說台灣已經開始面對要開放市場 因為過去世界市場是對我們開放的 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 就像現在的中國一樣 就是當你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是 你必須要開放市場 所以就變成你跟各國都要開放市場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要找一個 懂得貿易 懂得法律 而且英文可以處理的 對我來講又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很多人都以為 所謂翻譯就是翻譯 可是翻譯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要把不同的邏輯轉換 那你要把不同的觀念 用不同 就是說同樣的一個觀念 用不同的文字把它表達出來 其實代表的是一個邏輯的轉換 一個文化的轉換 所以對翻譯的人來講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 應該要是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一個行業 他是跨文化跟跨語文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常常一面做翻譯 一面做法律顧問 一面做文件的起草 我記得最深的一個就是 我們有一次在談這個動作權 我們有個代表說 他說誰叫做你 我下面要講的這句話 你幫我翻譯一下 我說好 居然講覆巢之下無關亂 我想說 這樣怎麼辦啊 所以又有一次他就講說 道高一死 魔高一丈 他說哇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但是我也就這樣慢慢又把它爬出來 就是說很多在這個 很多人在他人生裡面 碰不到事情好像都被我碰到 尤其是我們在加入WTO的10年 還有對外國談判的1985年以來 對外談判到公元2000年 其實是對外貿易談判的一個最高波 剛好跟我碰到 而且台灣社會剛好缺這種人 剛好就是我念的 剛好就是台灣社會在那個時候最需要的 現在我們在香港 經歷了